所以你听到他们的事迹的时候 你觉得 首先是不能失误 别一下一脚踩空了 就欣然的 必须得来 不管角色大小 如果你是一个矿的话 我着急 你慢慢挖 慢慢地开踩 逃票票 优酷的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说 先讲讲这个 和这个电影的缘分吧 你是我的一束光 是刘老师 当时邀请我的时候 特别开心 因为刘老师 他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无论是人生的影响 还是我的这个 在这个演绎事业当中 他都是我的一束光 所以他给我打电话 我就欣然地 说必须得来 其实我之前 我去电影频道活动的时候 也去了这个脱贫空间的 跟他们做了一档节目 知道他们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这次在这个电影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塑造这样的一个干部形象 而且是写得这么好 然后他小家为大家 所以非常荣幸 我一直觉得他像大神一样的存在 我还记得少年天子 在那个北京郊区的一个四合院里面 他有个剪辑室 每天他都在那工作到很晚 然后晚上他会把每天的素材过完之后 我们聊明天要注意的一些东西 有一次他找我 那段时间他父亲 然后他说 他小超 他说 哎呀 原来我对这个感觉 失去亲人的这个 哎呀 我又把它写进去了 当时他作为编剧 他是这样 来面对 剧中的刻画 他是用一种这样的方式 刻骨铭心的方式 我就特别感动 一辈子也不会忘 我不知道他自己还记不记得 他说 如果你是一个矿的话 不着急 你慢慢挖 慢慢的开采 这也是我一直在我脑中 让我一直前进的一个动力 然后后来有集结号 所以到现在 我觉得还是意犹未尽 我想期待第四次赶紧到来 我觉得就像上次 我们那电影频道的那个活动 你真的走在他们身边 你看到他们 我看他们的照片 已经认不出来了 就是已经晒到 可能这个证件识别 都会有问题 因为你要每家每户 你要去了解 包括他们的视力 包括他们的事迹 我们拍这个 我和我的家乡 其实是同理 拍回乡之路 这个单元的时候 我们也走访 你像乔树林 他就是真有这个人 真的就是在干这个事情 默默地付出 然后我最后那个镜头 其实就是向他们致敬 教师 制杀英雄 植树英雄 非常了不起 毛巫族沙漠 那原来是一片沙漠 现在全是绿洲 我在拍的时候 我找不到那个地方 因为我要拍沙漠 后来我只能去 现在那叫那个 他们叫展示去 就告诉你 曾经 他留了一个沙球 只有那一小块地方 然后我得让后期 CG来延展 当年可太 全是得人力背上去 每个人负重 还有女子制杀队 一个人 还带着那个钻杀枪 那都是手动的 然后你怎么护这个苗 怎么能把它养活 所以你听到 他们的事迹的时候 你觉得 你不在那 没有这样的一些人 这么投入的 或者用生命来换的话 是不可能会有今天的 我们见到的这种盛况 就是无数个千千万万 像宇童这样的书记干部 促成了我们今天的这片景象 有个细节 我说那个 跟他女儿说生日快乐 说爸爸不能回去 就感觉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语音留言 然后这是一个最后的留言 所以我觉得这个 特别能感同身受 小夕也展示了 他精湛的表演 我看到那是非常非常感动 你不知道哪一次 是真的别离 如果让你在吴哈里面 选一个人 跟你一块去当村官 你会选谁 我会选 陈赫 我觉得他的思路比较清晰 对 就是他是比较缜密的 我觉得一定 一定有非常多的缜密的 才会有很好的行动力 我以为你会选陆汉 因为他想陆汉 比较好 体能比较好 对 那就是他们俩结合吧 还是咱们仨吧 面对于商业的市场 其实很多人可能 关注不到这样的游戏 是 跟普通观众来推荐一下 这个影片 我觉得首先是 刘恒老师加持这个事情 他在人物方面 会非常非常好看 因为他 他就是一个现代的故事 包括他的切入点 是非常新颖的 我觉得其实电影就是 你的主题是不变的 但是你的切口很重要 感觉春晚之后 你就已经变成一种形容词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经过前面几个采访 我知道了 我也在刷这个 我再看 大家没想到 你还是春晚最有活力 然后最心情的一个人 我也没有想到 我确实很开心 我自己确实很开心 我第一次去春晚 让大家很照顾我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老朋友 然后我跟这个 我们的舞蹈演员都认识了 他们也是来自于五湖四海 每一个省 每个市 然后我想 我身后站那么多人 他们那么辛苦 我一定要把最好的一个面貌 展示出来 然后又跟春春 跟千玺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然后能跟他们一块合作 我太太回去 她说你 她说你来来回回就这几下 你能不能变一变 她说来回就这几个动作 对 她可能说是这个 那下蹦我还 学微有点不满意 之前排练几次蹦得挺帅的 这个蹦吧 真的蹦得有点过高了 蹦得好像我的后脚帮子 都踢到我的屁股了 好像是略高了 我是要一个那种特别 好像可能是紧张 加上这个过于高兴 因为真到除夕那天啊 每个人真过年那天 真不一样 因为之前排练 九次十次 不是真的除夕那天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 我没有做过多的 为什么呢 你告诉我为什么呢 整个肾上腺素一飙升 然后会很容易 拿出最好的状态 排练的时候 我也一直在下面 比如五虎在唱 唱的时候 全都是我最喜欢的歌 我就假装拿个麦克 在底下跟大家开演唱会 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这么多人关注了 而且我们被放到第一个 你会第一 当然是忐忑紧张 然后你想 你想呈现的 肯定是 是排山倒海 首先是不能失误 别一下 一脚踩空了 滑倒了 那确实就那么几分钟 排了那么多次 大家那么辛苦 最后一次彩排的时候 问导演 我说 忽然想到我最后 那个中间间奏 能不能跳下去吗 他说不能 他说机位都已经 熟悉你的走位了 我说 我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就按照原来这个 其实没变 大家喜欢不同的题材 我在幕后做了 很多的工作 我在准备后面的项目 都在池子里面 乒乓是马上提上来 可以做的 我们觉得 我们准备的可以了 包括之前 我说 为什么会准备四年 文本上 文本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要和美术 和摄影 我们要 我们要之前 做很多的分镜 我们要细到 每一场戏的分镜 这个做完之后 大家在拍摄的时候 比较轻松 比较清晰 前十年 或者前五年 给我导演的一个经验 就是你的主题 你抓什么主题 这个主题 和现代观众 有什么关系 然后当你放映的那天 有什么关系 这个很重要 就像你说的 一个热血的运动电影 怎么执行这个事情 你的主题 你的诗意 你的隐喻 你最终怎么呈现 你要靠你的画面 靠你的美术 靠你的演员 所以你要做 大量的工作 来 总结完之后 分发到每个部门 所以每个部门 会非常清晰地 执行这个 执行这个主题 所以现在前置的工作 都已经ready了 ready了 yes 新的电影是主演的电影 还是导演的电影 导演 主演 马上就有 很详细的消息了 你可能对什么题材 或者类型 更感兴趣吧 就像我的时代感一样 对这个时代 很感兴趣 现在这雨越下越大 我觉得事情不妙 就折回羊脚裤了 娘娘 娘娘 童帽 我爱你吗 咱们 又死定了 不复壤 不复壞 不复壤 多冒